一个杀手最厉害的词 就在于他可以在背后长出一双眼睛 这个杀手任务失败了 但是他还要向主人提高用金 罗伊同意了 让自己的儿子去处理 就这样罗伊儿子走在高个子的后面 首时刻放在自己的腰间 高个子捡起燃烧的烟 其实他在捡烟的时候 已经查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前面两个人各自拿着武器戒备着 就当他看到这些人拿着武器指着自己的声 他一个弹指将烟头砸中罗伊儿子的脸上 然后一个剑步靠近他 顺手将他的下体拿捏住 在他疼痛喊叫之时 抢夺下他的脸部 然后借他的肩膀当做挡箭牌 将另外两人给击毙 这一切的动作一气呵成 子弹穿过耳朵的阵响 已经将他的耳膜给流出血来 等罗伊跟着响声来到这边的时候 高个子已经逃跑了 他的儿子在地上惨叫着 之所以高个子没有杀他的儿子 还是害怕被罗伊追杀 画面回到多特这边 女警开始向他核对信息 虽然多特一直都说是自己弄的血迹 但是女警还是提出疑问 因为血迹的迪梅和多特 回家后的血迹是不一致的 多特非常从容地说是医院弄错 女警继续问 为什么滑冰鞋上的头发和血迹 检测到另外的人 多特说是因为这双鞋 买的是二手货 遗留别人的使用痕迹很正常 就在女警一脸疑问的时候 老公开始维护 说自己太慌张才报警了 现在老婆安全回来 一切都是误会 要撤销报警记录 多特也很自然地摸着老公的大腿 他对女警说 多特看这个女警这么难缠 就借口说要接女儿放血 女警说会掉出附近的交通摄像头 然后有什么消息和他们说 多特吓唤 立马小声对老公说 让女警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了 就这样老公对女警 说出了他们家族的律师的名字 并对他说 如果下次再找他们 首先需要约好律师了 而他们完全不知道 他们已经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了 这一消息第一时间就传到母亲这边 白发助理将所有的消息都告诉了母亲 而母亲却已经察觉到了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因为他不相信这个儿媳妇 他们对这个儿媳妇背景调查的时候 都是寥寥几页纸的信息 他们对多特几乎一无所知 所以为了能调查出 昨天在多特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决定自己去调查 因为这个家族虽然很有钱 但是他们对儿子是非常可口的 只有一个基金每个月提供他们基本的生活费 压根没有别的钱 所以他们一直猜测儿子找的这个女人 肯定就是想要得到家产 才搞的这些计谋 所以人很可怕 一旦猜忌在心里了 那么看什么都是对的 就这样当天下午多特接回女儿的时候 母亲已经带着保镖过来 母亲的言辞非常犀利 叫保镖制走孙女之后 母亲首先把多特的关系 踢除这个家族之外 而且还对多特说 只要他愿意离开自己的儿子和孙女 他会得到一个补偿 能让他在别的城市重新生活 谁也没有想到的发生了 只见多特忽然把脸给沉下来 然后对母亲说 听到多特的威胁 母亲待在当场 一时不知道怎么办 看来他终于遇到对手了 母亲和保镖离开后 多特开始在镜子面前 查看自己的背后的伤痕 这些痕迹已经证明 多特的人生是多么的丰富 就在这个时候女儿叫住他 他饿了 多特给女儿弄点吃的后 就开始着手给家里安装防贼模式 他们找来电线 灯泡 将灯泡用布包住砸碎 然后用胶水将玻璃碎片 粘在门把手上 然后将门窗上连接铁丝 用钉子固定 然后在女儿的见证之下 插上电源 整个门窗就通电 多特交代自己的女儿 千万不要摸任何底 画面再给到多特的老公这边 母亲的助理在这边看着他 这个时候母亲的电话通上 此时的母亲已经下最后通点了 让自己的儿子必须要离开多特 因为这个女人在瞒着他们 背后肯定有阴谋 但是儿子还是拒绝了 母亲在多特面前受到的委屈 直接吩咐助理代替自己给儿子一巴掌 当那个巴掌打下去的时候 母亲在电话对儿子说 现在一定要听自己的 不然就要受到惩罚 肯定有很多人和KD一样 好奇昨天夜里被打伤的 那个巡警现在怎么样了 没错她现在住院了 女警第一个赶到这里 并开始询问巡警 昨天夜里那个帮助 她的女人到底是谁 巡警还在说着 找到这个女人 一定会好好谢谢她救了自己一命 就在女警准备拿出手机照片 给巡警确认的时候 走进来一人 就是罗伊的儿子 她一进来就开始伸张自己的权利 因为昨天混战的地点 已经是自己境内的管辖 所以她有权接管这个案子 并拿到女警的手机 顺手将女警手机里的照片给删除了 同时从女警的口中 得到几个重要信息 首先多特没有承认自己被绑架 然后昨天夜里回到家里的 像没事人一样 就在他们对多特分析的时候 巡警忽然对他们说 就在巡警表达找到女人会感谢她的时候 罗伊儿子开始语出惊人 我做的是揍人和追查的声音 这句话把两个人直愣愣地互相查看 好像这句话已经超出了他们的世界观 罗伊的儿子坐上车后 对着队友说了一个地址 就是多特的城市 画面回到多特这边 当多特的老公回到家的时候 被吓傻了 他的头顶竟然有一把锤子悬挂在那里 还有一个机关 多特对老公说是制作的羊头牌 当老公看到自己的女儿 正在制作狼牙棒的时候 傻眼了 多特解释说这就是安全防卫系统 老公在看到窗户上的铁丝 已经被吓傻了 而一旁看到父亲大惊小怪的女儿 笑开了花 继续制作自己的狼牙棒 老公连忙取下女儿的锤子 让她回到自己的卧室 然后和多特说起自己的妈妈 准备要起诉多特 因为他们怀疑多特是在说谎 多特给自己的老公解释 自己没有撒谎 但是老公指着这些防卫工具 又不得不相信妻子 肯定有什么在瞒着自己 眼看着自己瞒不下去 多特开始承认 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预防暴动 他走进老公的身边 然后对老公说 每个家庭都有防卫系统 我们家应该也有 但是我们没有钱 只好制作这些简单的 老公好像开窍一样说 要不要再买一把来福 这句话让多特惊讶不已 他按住老公的肩膀 说我们终于在一个频道上 应该买三把武器 老公对多特说 多特给了他一个香吻 然后一家人开始好好吃晚餐 而就在他们吃晚餐的同时 罗伊的儿子已经赶到了 昨夜混战的加油站 这里已经做了简单的修复 继续在营业 就在他进去购买点吃的时候 谁也想不到的发生了 他的同事在加油的时候 被高个子一个闪身 就将小刀刺入了他的胸口 从这个刺杀动作 可以看出高个子的杀手技能 绝对是专业 罗伊儿子买好东西上车 就在他准备吃点东西的时候 无意间从后视镜看到同事的尸体 彻底吓坏了 因为尸体上有一个牌子 牌子上写着 这是你借我的 我这样子 是不是 我温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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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